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有一个感觉,好日中是过得快 我来讲,两个半看一些准备 我觉得我们这个活动啊 你看我行医40年了 他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非常的观念 他这个观念通,这个非常太重要 很多人,很多事情都是一个观念的事情 你观念通了,你就都通了 就是这个思想,这个思想 不是那个,就是那个通了 你看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 就是现在当下 你看我们医院越改楼越高 这个医院的面积越改大 在台湾啊,好多大企业都做了 都每一个几乎都有那些大医院 可是啊,现在这医院很大 有时那个感冒也看不好 有时那个咳嗽也看不好 对不对,对不对 所以啊,这个我们的下一代蛮可怜 因为我以前是不看小儿可怜 我看那些小孩子啊 那些过敏性贫飞啊 那些鼻子过敏,那些气喘 那些病啊 还有时候小儿,小孩子可以学病 像前天啊,一个美国的一个小孩子 一个小娃娃 那么几个月,七八个月,我要报 妈妈报到百里嘛 就断气了嘛,什么白血病 就是这个病,中医是可以刺激的 我前一天就知道一个福光大学的 一位教授,一个小孩 也是五六个月,一检查 那白血病还要付出全市 幸亏了,这个有时候医有一个医院 我们人有人医院,你有医院 我有佛医院,有个医院 也不晓得他怎么都知道他给我看 看看他现在好得很啊 他好得很活蹦乱跳的 而且能小孩,原来那时候来的 每天就奄奄一息了,可以说 诶,也能奄奄就好 我们想一个小孩子 好像一个机器一样的 从娘太太刚刚出来 他怎么会到这个病 怎么到了 我们也要去喂嘛 追病究竟就喂嘛 我们到了医院去检查 我们就这个医院 这是个医院还是个医院 很多人 比如说生了慢性病 有些病啊 哎呀,我跑个各大医院都检查不出病医了 医师也说了 你这个病啊,我用各种方法也检查不出的原因 我请问各位 能够在马尔埃上,西低段层上抄医博上 能够看得出来有形啊 这是医院还是果 大医师也讲 是医院还是果 我们的记者 是果,当然是果 对呀,你说医院果都搞得对对对 这不是一个观念问题吗 这是一个观念 因果都搞不清楚 你说医院是如何去治病呢 这个事情 就蛮奇怪的事情 所以何社长提出 这个观念通 我觉得这个真是棒 这个观念真是棒 医院就是share cause MRI一排上亿的 多来检查 把费用分拌掉 医院比什么都进步 医院盖的楼比什么都高 进去都要观观看电影 这是一个科手的事 我实在的 我虽然是中医 我治过不少的西医的病 一个科手的看法 所以现在我们如果 按照何社长这个想法 能够沟通的一些观念 是老卑生自我觉醒 你靠上层那是靠不住的 看不住的 我在立法院二十八年 真是我在以前 还是有点力量 你这个观念如果我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会一定要找一个人 开个公庭会 就要大家 因为那个力量就要大一点 就要大家 要大家了解 了解 我们有一些是观念的问题 不是你该的 高楼买一些最先进的医器 就是你医学的精神 我们的预防医学 我们的健保局 不但不赔钱 我们的健保局 不赔钱 我们的健保局 不赔钱 我们的健保局 我们的健保局 会赚钱 赚大钱 现在一年五千余 我现在收了三个西医的徒弟 三个西医的徒弟 一个还是民国二十九年 刺掉 他每个礼拜从台南来一次 他以前也是荣总医师 台南省医院的主任 我说你这么大年度 他比我小五岁 二十九年 我说你还来学什么东西 我越感觉没有心 越感觉觉得泄气 我一个病也看不好 每一个病看得好 你说这个东西 是我感觉的满心 满希望 我是因为我对这种人 我特别地尊重他 我说你虽然你年龄大了 十九年次 年龄不小了 七十好几年 他记性当然我 当然我还诚心诚意地教他 因为他有这个兴趣 他觉悟了 觉悟了 佛家叫开悟 有些事情你不开悟 你光学那些 书本人的死之是没有用的 律师你看我们的记者也在这里 这些事情啊 记者很重要 记者的 他的这个宣言的力量很大 记者非常重要 律师也 律师是保障 律师是保障体外的人权 我们是保障体内的人权 两个都很重要 两个都重要 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些活动中啊 对我们的 尤其中下层越来影响越大 面积越来越大 是大家一个观念上的沟通 健康一定比现在 我们现在 我们的寿命好像 平均是吧 七十九点几啊 对不对 我经常到这个大医院 有些医学中心 有看 有些那些 什么呼吸治疗中心啊 那些人一堂堂了好多年了 在那床上 就是靠那个机器 在那儿维持他的生命嘛 这个有多少意义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晓得 所以 观念说我通了以后啊 我看见一通 白通 不是六通了 白通 我去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